人妙地 这些台湾人命 愿我成功妙地生 这些台湾人命 愿我成功妙地生 维新圣教医生大学 所有闲事同修 及各位四方三知识 请大家合掌功练开经济 一经新法妙兰五文 百千万节今重现 我今勤洗诸妙法 愿持功德皆回下 那么鬼谷先世王谈老祖 各位维新圣教维新闲事 各位四方三知识 继续来为各位讲解安心真经 安心真经是维新圣教 教主王谈老祖 二十一世纪的现在当下 又倒架持行 开示我们每个人从天上界 灵魂界空界 投胎转世 来到世间 有这个身体以后 我们的人生 整个的 短短几十年的 寒暑 人生所遇到的事情 真是多如牛毛 但是真理都是一 鬼谷先世王谈老祖 开示我们 人的灵性在空的世界 本来就是很清静的 而来到世间的世界 我们的灵性也是很清静的 那么为什么 我们有那么多的烦恼 那么多的颠倒梦想 与不安 都是人自己 不了解 宇宙的法则 也不了解人生的真正法则 所以才有各种各种的 颠倒梦想 愿天 愿地 愿 父母 等等的问题 太多太多的人生 所以王谈老祖 开示我们 我们要到达一个 虐在心灵 安详的 世界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学道 一定要学《易经》 那么今天 我们就要来讲解 天下事 就是大家 还是要学《易经》 怎么样才能了解 我们的灵性 无垢无尽 我们的世间 走了一趟 也无垢无尽 没有肮脏 也没有 怎么样清洁 也清静 如如不动 那你一定要学《易经》 你不学《易经》 你整个的人生 你绝对 会看不开 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 把他来造新活事 他就跟我说 舒服 我前辈子不知道 做了什么的坏事 我这一生才会这么 不如意 不顺利 我看一看 你前辈子 你前辈子 不是做了坏事 若是你做了坏事 你这一生 不可能投胎为人 一定投胎 其他的动物 其他的 各种的生物去了 不可能投胎为人 若是你说 前辈子 你做了什么坏事 这一生 才会这么不如意 我告诉你 你真的 对不起爸爸妈妈 对不起列祖列宗 因为你这一生 你所接触的环境 都在斗争的环境 你这一生 所遇到的朋友 都是非常非常 对你很好的 但是 个人对你很好 你不如意 那你的业力 你的想法 你不了解自己 所以 你才会 这样一直说 你前生 一定做了很不好的事 当然 前生做不好 这一生还要再修 佛家因果利 就是全生做不好 这一生 才会这么不好 事实上 过有因缘 有的诚意再来 有的 你来世界上 视线给大家看 认为 你很不如意 什么都做不好 什么都做不好 然后也在视线给人看 那么 这一生 哎呀 叔父 你讲到我的心了啦 我就告诉我的家中的孩子说 爸爸呢 前生没有做好 这一生 又不知道 可以修行 所以都不了解自己 也不了解别人 一直在怨怨怨 恨恨恨恨 恨家庭 恨国家 恨社会 所以才会这么不顺啊 你就对了 所以这一位呢 他就告诉我 谢谢叔父 你给我一个肯定 给我的鼓励 我叫我的孩子 不要怨天留人 一定要好好努力 因为这个怨天留人 作为人 太痛苦了啦 所以我们这一位信徒先生呢 他呢 他说 叔父 谢谢你 我终于悟了 我们来世界上 没有什么人对我们不起 而是我们自己 没有悟 没有从知恩感恩报恩的心去 思考 当然会很不如意嘛 那么我说 你都不如意 我从你的脸相来看 你的印堂不是花蕴 印堂混乱 你住家风水有问题 他什么问题呢 我说你住家 屋前有问题 就相应在这个额头里面 你家里前面很乱 乱的话 当然了 你眼睛一张开出门 看到乱的 你会投入在你的脑海 你的思想 因为你所看到的乱的环境 先为主 先入为主 把不好的放在脑子里面 然后转入心田 然后反映出来 你出门 脾气暴躁 个性暴躁 那这位先生 哎呀 脾气不是我而已 我家里的人 我老婆 我爸爸 也是脾气都很暴躁 我说你前面的问题 把它整理一下啦 他都没有办法啦 人家的一个 做板膜的老板啦 前面的堆的乱七八糟的板膜 已经堆了一二十年了 所以一二十年来很不如意嘛 我这就是风水嘛 所以这位先生啊 他说老师啊 叔父啊 我原来不信风水 你现在这样讲了 那我知道了 风水就是眼睛所看到的 对不对 对啊 那就风水嘛 我们的眼睛看到很乱 进入脑海 转入心田你就乱闹 一乱 你的思想反映出来的 你的表达 心虎气躁嘛 心虎气躁 人家看了就讨厌嘛 一讨厌你就没有好朋友 什么百姿不顺了啦 所以本来 你没有修行的话 你就还脑会很多 你有修行了解到易经 风水法轴 你可以黄化你未然嘛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大家 学意境的真理啊 各位卫星全市 各位十方三知识 时间本来都是没有肮脏的啦 但是 为什么肮脏 就人为嘛 延伸而起 延进而灭 延伸起来了 你的住家环境 就会有乱七八糟 然后投进入你的脑海 当然 你会受到环境的影响啊 所以这位先生啦 他告诉我的书 既然这样 我怎么办 很简单嘛 你花一点钱 请别人 来帮忙把它整理 整理好了 你出门看得很 公公整整 很端正的 这位环境啊 那么这位先生啊 我为什么要花这个钱 这就是你的 够 肮脏的想法 你没有智慧 你无钱无货的环境 若是你会自己去整理 而你百事不顺 百事不顺所 损失的比什么还多 那不然你要花钱 手不得 你就自己去把它 把它跌好嘛 这位先生呢 他有道理哦 我来自己赚 那好 你回去了 他回去了之后 第二天了 一大早很早起来 他怕人家看到啊 怕吃米桃味 人看到 他就还没天亮 他就去慢慢把它整理 慢慢慢慢扫干净 跌好 过了三天 他全部跌好了 有一天老板来 对面的老板来了啦 看到那么干净 跌得那么好 那个老板真的有修养 他啊 这个谁帮我弄得这么好 啊 结果问我 就是这位先生 我把它整理好了 这老板呢 身上把它淘起来 拿了五千块给他 说谢谢你 我请不到工人 帮我整理 我知道这样呢 会对你很不好 但是我没办法 让工人回来 抽策就倒了 就倒下去了 哦 不负责任的 那么今天你帮我忙了 那我当然要工钱给你 那么这位先生呢 他心里在想 我本事要为自己好 结果那位老板呢 就拿了钱给他了 他就收起来了 哦 过了几天呢 他呢就到先佛寺 又来拜老祖了啦 江青姓讲给我听 他呢 拿了一千块钱 投到我们 大穷宝庭的工夺乡 叔 谢谢老祖 我也赚到钱了 结果我这几天来 心里很舒服 出门看哦 那么干净 虽然我家里 大家很高兴 孩子看到爸爸这样 也很高兴 我就买了一些东西 回来大家 享受一下 哦 所以 这位先生呢 他就 从此 看到对面那个 对戒回来的 没有干弄好了 他又把它跌好了 老板呢 又来一看的话 又拿了钱给他 在这里 够蒙其力 两蒙其力嘛 但是我们现在 社会 大众 一些人呢 他怨 也恨 都恨别人 环境没有弄好 他怎么样 结果呢 损失了十次几嘛 那这位先生呢 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 还不错 有时候来拜老祖呢 看到我呢 很高兴 我现在有工作 到人家公司去上班哦 那老板也很好 我就能够维持一个家庭的生活了啦 所以王燦老祖告诉我们 风水学 不是什么方向 而已啊 而是环境的美化 你外在的环境 会影响到脑海的环境 到心灵的环境 你看到你身边周围很乱的 说不出来的一种感觉 无形中呢 会借着眼睛转日欲恋 转入心田 心田然后再转出来 表达出来的 就是 人家说你这个人 怎么那么 没有素养 没有寒凉 没有修养 而讲话 都不会修饰 所以王燦老祖开出我们 我们来到世间 来了之后 世间的一切 每个人若是 都能够 自我 而自爱 不要去影响到周围的人 都平安 或者作为人的环境的时候 那 社会就是清净了啦 这也是 佛经所开示的 无垢无净啊 没有肮脏 也没有清净 本来就清净了嘛 也不必想办法再弄清净 那相对呢 我们的念头 我们的思想念头 很重要 一个人很常常 去想说 他能对我不好 我们常常想起 各种的 不好的手段 念头去害人的时候 你的守护神 你的指导灵 会跟着你的 一念三千 一个念头发生的时候 会把你的福报 圈三千 让你寸不然行 所以王残老祖开示我们 时时有善恋 时时有 这个好的想法 那样来的话 你绝对 渐渐的会顺利 这是达摩大师啊 开示我们的 无够无尽 本来就清净嘛 即使世界上很多混乱的 你若是不把它整理好 你说 这个没有关系啦 各位 我们有守护神 有指导灵 指导神 我们的祖灵 我们的祖灵 全部 就在我们的眼睛里面 你看到 周围的环境 不好的话 很自然的 转日 脑海 所以事业不顺 家庭不顺 思想 就颠倒 这个都是风水学耶 所以 王产老祖开示我们 禅乐最高境界 就从风与水 里面去悟 而你若是悟了 那 你自己 就能够 心就开了 心一开 意就结 心开意结 你顿悟 无声 没有生出来的 都叫无声 没有生起来 过种的烦恼 那叫做 无垢无境 所以 我们 各位贤士同修 风水 也就是 产的最高境界 本段节目 各位维新闲事同修 鬼谷先师王产老祖 倒架池塘 这是以中华文化道童 意经和风水 为法脉 为道 为法 这种惨的最高境界 我们的老师 就在你的身边 若是你悟了 身边的所有 点点滴滴 环境 都是我们的老师 曾经有一位 有修行人 他在 仙佛寺 来参观 仙佛寺的 环境 仙佛寺的环境 非常的美 目前在台湾 所有寺庙的 道场 能像仙佛寺 这么美 找不出第二架 我这不是 自己自夸 老王卖瓜 好 王财老祖 开示我们 用风水的法轴 和义经的法轴 将大自然的调和 建立一个和谐 的风水环境 静观环境 所以仙佛寺的 庭圆景观 都是禅的最高境界的 视线 所以这位修行人 来到仙佛寺 走了好多趟的 早上来就一直走 一直看 我到下午才进来 仙佛寺 这位修行人 很慈悲 自己也带了便当 到仙佛寺 自己带了便当 吃一吃了 还在欣赏 仙佛寺的风水地理 宝地 那我 从外地回到仙佛寺来 这位修行人 非常谦虚 他说 我误了你的禅的导师 山河大地为师 宇宙悉空 风以水 为指导的导师 我说是感恩你的鼓励 他 跟我说 你的导师 在你眼前都是导师 对 那么你在这个道场建设的过程 你把 所有的 法界虚空的大神 大导师 都请来 在这里安住 在 你的道场 是 这叫做禅击山 所以我才有说 禅击山上 处处 是禅 一花一叶 一如来 所以这位 修行者 非常的 慈悲 告诉我说 未来你建设道场 还是本着你的原则 用这样建就可以了 适者 认识者 进到 你的禅击山来 眼睛所看的 都是指导的大菩萨 进入 这个 你的环境的调和 心境 你就见到佛 就见到如来 这位先生修行的 哈哈大笑 让我们后会有期 所以啊 我们为心圣教 我们的老师 这是三合大地 八卦 钱对离政 逊坎耿坤 钱为天 天是我们的老师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心 要像天那么宽广 要有包容 对 沼泽 大海 容纳百川的智慧和思想 所有的一切 污泽 你把它包容起来 他都是老师 污泽 在草木 是肥料 生命的原动力 泥挂 光线 光太阳 一个家庭 我常常去看 很多人的家庭 风水 家里里面 省电 要省电 所以都暗暗 阴阴暗暗的 我们的人的眼睛 就是离挂 离为活 那么离为活 若是你眼睛所看到的 家里的环境 光线的暗 很自然投入 你的意念里面 进入心田 你就盖住了 那我们的思想 智慧 会比较狭隘 比较没有办法宽广 所想的事情 比较会消极悲哀 一消极一悲哀 就是够 污垢 一个图 厚图 够 所以 我们 光线 住家的光线 非常重要 有时候我们的家里的走道 都很暗 我去看房子的时候 我说你的 走道 最好 电灯 装一两个 尤其现在有LED 你把它肉亮起来 在家里的人 一定心情会更加的宽广 这就是风水的最高境界 也是惨的最高境界 所以因为黑暗里面 会把我们的积极 都光 心念 蠢自自然然的 日积月累 让我们 转日脑海里面 我们所想的 都是在对立 所想的都在斗争 所想的 都是贪 撑 吃 各种各种的想法都会来 所以我建议我们的所有弟子们 你们家里 光线 绝对要足 不足的话 你把它补好 你家里的孩子 思想会宽广 你家里的孩子 智慧会增长 不是一天两天 可以看出来 你渐渐渐渐的 你就会 发现 孩子的思想 孩子的念头 会更加的宽广 这个就是福气 就是福报 这个就是风水 也就是惨 所以全队离政 离 就是火 火为光 有光 你就会明 明 那你就一切 你就会积极 而一积极 你就 思想会干净 所以 无垢无垢 就风水的最高境界 佛法的最高境界 也是无垢无垢 所以天下 宇宙虚空 一切到 都是在一 惊喜大学 惊喜大学 本维新圣教 各位贤士同学们 你们进入本法门 你们渐渐的 会从过去黑暗 缓纳的境界 渐渐会跳脱出来 而你跳脱出来 就知己知疲 百战百胜 知道自己的念头 知道自己的环境 疲就是我们所面对的 你所行的功与德 所做的事好与坏 就是疲 有没有行善 疾德都是为疲 所以常常有人 会埋怨 我怎么不顺 什么都不顺 当一个人越不顺的时候 越会计较 你越会计较 你越不顺 曾经一位欧巴桑 他来宣佛寺问世 欧巴桑 我看你的眼睛 没有活力 你用头一直在想 我看你的心的念头 是黑暗的 你常常在想着 别人对你不好 谁对你不好 什么不好 什么不好 你的同事都不好 这位欧巴桑呢 好好大哭了啦 他说 天底下的人都瞧不起我 我说别人没有瞧不起你 别人都是爱你 关心你 都是你的老师呢 他我才不相信呢 你不相信你要信 同事不理你 你一定要自我反省 为什么同事不理你 同事会理别人 一定你有让人讨厌的地方嘛 让人不敢亲近你的地方嘛 所以欧巴桑呢 他才讲 同事都很讨厌 我都要骂他们嘛 同事哪里讨厌 你的念头 你的想到 人家对你不好 这跟你家的风水有关系呢 好了 我又没有钱可以买好房子 我又不是要你有钱买好房子 我要你 从光明的念头开始嘛 眼睛所看到的 你要尽量光明啊 房子里面张兮兮 黑妈妈的 你怎么会顺你的念头 所以你每天在想着你家里 这个黑暗的光 也没有光 黑暗的环境 渐渐的让你对人会疑神疑鬼啊 这欧巴桑呢 叔父啊 谢谢你了 我知道了 原来我是让人那么讨厌的人 都是由我自己所生出来的啦 也是从你的家庭环境影响出来的 所以我说你回去把家里环境整理好 若是可以的话 你屋前屋后呢 一定要扫干净 屋后 很脏呢 头脑思想就不好 小孩子不聪明 这就风水嘛 屋前 庭院 屋前马路上 你要把手扫干净 你早上起来看到干净的 心就开了嘛 人家也会给你说好话 某某家里那么干净 某某人的门前这么干净 人家也会给你 五行的祝福耶 所以就欧巴桑呢 他告诉我 叔父啊 我家里确实 很不干净 因为我不顺利嘛 上班也不如意 回来东西乱丢 大发脾气 孩子就看到我 就躲避 老公看到我 也跟着生气 所以这个就风水啊 老公这约 欧巴桑呢 老公啊 谢谢你啦 你点开 我心灵的疙瘩 你拿了一盏很光的灯塔给我 照耀我的心田 我从这就好了 回去把家里整理干净 也不一定要水帮你忙 你自己做 电灯亮一点 一个月多一百块的电钱 那你绝对花得来啦 你回去要多练经 我就送了一本天德经给他回去练 你早上起来 早一点起来嘛 你把天德经 你把它练一遍哦 那么你要做什么 你再去做 凡事呢 要用光明面来 跟人来对待 哎 他停下去了 回去呢 早上就会上来练一部经 他发现越练呢 他的同事对他越好 我家里环境电灯全部开亮亮的 点亮哦 哎 整个心里家里的气氛就好了 这都风水哎 帅哥呀 我妈上啊 我一上啊 我们身体是哎呀很不好 你环境自己稍微整理 慢慢整理 哎 一天 一天的累积 那 让你的家里 没有 不干净的地方 那 你就会很 自自然然 心情就开朗了啦 所以这位欧巴桑呢 他就 按照了自己 动手 动了几天 以后呢 同事对他 他渐渐的 很有感情 所以带着他的同事 又来拜老祖了 很高兴了 同事也对他很高兴 哈哈 所以我看他这么快乐 我心里也很快乐嘛 所以我们社会大众朋友们 你 都是自己所造出来的 烦恼 若是你有这个智慧 我相信你世间绝对没有肮脏的事情 所以硅谷先师王产老祖鼓励我们 要多来学道 多上课 来学易经 家庭圆满一条心 大家学易经 做术工作口顺心 易经不是念六十四卦而已 而是了解自己的思想 了解自己的讲出来的话语 是不是人家听得下去 将心比心 不要说我喜欢这样 我只喜欢怎么讲就怎么讲 人家有修养了不理你 到最后我们一个人变成孤独 百事不顺 那你要怪谁 在万华为心 一切福德 都是由自己来做起 各位维心闲事同修 各位双三知识 本维心圣教一经大学 我们要二十四年才能毕业 中 孝 人 爱 信 义 和平 八贤 士 八神事三年三八二十四 这是我们人生修行的 八功德 也是让我们 找到自己 平安顺利的一条路 还有就是八卦 前队离正顺坎耿坤 有人说 哎哟 叔父啊 你们传这个道 已经是算命的 我告诉你 命无命可算 因缘果报 运无运可算 行功利得 相无相可算 相由心生 所以 我们 维心圣教一经大学 所学习的法门 就是让我们 得到心安 要得到心安 一定要先安心 要安心 一定要重新安念头 我们的念头有三个 一个三毒 一个贪 贪的无怨 春 很容易动怒 吃 没有智慧的 维吃 所以贪春春春 三位毒素 三位魔 都日日夜夜 跟我们一起睡觉 一起吃饭 一起工作 一起旅游 呼吸之间 这三位魔 都跟在我们身边 所以我一直 交代我们的 维心贤士 我们本法门的 你们要去参加 什么灵修 你身上有什么魔 我告诉你 每个人都有魔 贪 春吃 三位魔 宫在我们的身边 哦 所以 老祖书孙开示我们 你要有智慧 这三位魔 才会化为 你的指导神 我们看到人家 很容易 动怒的人 我们就要 数数注意 我们是不是像他 这个坏脾气 人家看了就讨厌 我们看他 贪贪的无厌 在吃饭的时候 什么都 一直 不管你一直 饭的菜 什么都夹光光了 结果是 一直是 像猴子 哦 那个 看了就讨厌 哎 那是老师 你要把他当成老师 你就不要像这样 那你就 当下也可以成为菩萨了啦 也是修行嘛 这 讲话没有智慧 没有水准 讲话没有卫生的 咕咕咕 纠缠不清的 那就吃 你看到那样的 他是一片镜子拿给你看 哦 你要自己要检讨 是不是这样 哦 这个都是风水嘛 所以风水不是只有想要死人葬了之后才要做个风水 不是这样啦 风水就是我风就思想嘛 水就行啊 思想和行所表现的行为就是水嘛 曾经有一位我们的老信徒啊 他也很慈悲的人 但是他一个坏习惯 很容易看到人家的缺点 他就记在脑海里面 一直解不开 有一天啊 来到悬火树 我们在做华会 哦 他就进去我们 谭城呢 跟着拜 拜了将阵半天 他出来呢 很高兴 他说叔父啊 哎呀 我看到那个经摊里面 经文呢 原来 我的想法 那么的窝囱 经都告诉我了 所以我会下地狱 那经文里面就告诉我路怎么走 凡事要善解 而取人的优点 缺点你当为你的老师 优点也是老师 所以他早上参加到 一个早上的法会呢 好高兴啊 就来跟我说呢 叔父啊 原来修道 就在入常生活中 你就可以去悟了嘛 所以我们这些信徒呢 他就跟我说 叔父 我对你过去有很多的不谅解 很抱歉 我跟你道歉 我又没有听到 不谅解是你的事 谅解 也是我的事 哦 所以啊 我们在世间上 各有各的 思想行为 我们若是能从 禅的境界 反向去思考 好的也要反向思考 坏的也要反向思考的时候 你绝对能超越 这就是 无垢无尽的人生啊 无垢无尽的人生 希望各位十方三知识 各位微信贤士同修们 你读经 你一定要有智慧来思考 那么我讲 安心尊经 从各方面来告诉各位 我们会患上的烦恼 在哪里 我们不要自己自找烦恼 来束缚自己 而你得到了幸福与快乐 你如何让你的幸福和快乐 能够永远 拥有 永远的幸福和快乐 这是我们 每个人 人生的最大的课题 就是要修行 所以我欢迎各位 大家 把一经多修好 把佛华 要多悟 那么 多到人处 且到人 人 是圣贤 人会圣贤 受了不够 不过 包括自己也一样 多到人处 且到人 你不要做时时刻刻的 恨别人 怨别人 我告诉各位 你所恨的那一位 就是你的老师 你恨的那一位 就是你的老师 你若能够 反面来思考的时候 你当下 你会悟到 不够 不静 你当下 你就会超越 你这一切话 不可以一切话所无 你能超越 你就能成胜 成贤成佛 叫做明星 健 幸祝各位 本段节目 由翔昌制衣 有限公司